欢迎收看我们的每周3月0 今天我为你们整理了一些上周测谈所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吧 第一则新闻就是全新的GLC终于在大马发布了 这次的改款改动幅度最大就是它的价钱 从原本的33万变到现在的43万英级 之所以有这么明显的涨价 是因为这次的GLC是CPU整装进口 这次仅有GLC300的单一车型 它配备了帅气的AMG-LINE的空力套件 还有动力方面的话就搭载了一个2.0升的turbo引擎 可以输出258HP跟400Nm 虽然它是以CPU整装进口的方式 但是作为原厂的主力车型 相信以后应该会像现在的C-Class一样 会有CKD本地组装的版本 这样子能够用来降低车身的价格 至于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个CKD版本 我们就进行了期待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这款GLC300 你们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然后去查看我们的最新的影片 第二则新闻 Hyundai Creighter即将登陆大马 Hyundai Malaysia近期呢 就在他们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上 发布了一张Hyundai Creighter的照片 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将会在马来西亚的道路上 看到这一辆车的踪影 他们这辆Creighter搭载的 就是Hyundai自主研发的1.5Smart Stream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的是6速的IVT变速箱 最大马力113匹 峰值扭力143cm 当然这辆车也少不了当今主流的安全配备 比如说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维持辅助 或者是车侧盲点侦测等等等等 根据早前的消息 原厂并不打算在我国CKD本地组装这辆车 并会采用CBU整装进口的方式去贩售 它在印尼的售价超过9万令吉马币 因此我们预计未来 我国的售价将会超过12万令吉起跳 那么这辆车几时会发布呢 我们就等待官方的消息 第三车新闻 Volkswagen Arteon因销量不佳将会被停售 Volkswagen Arteon凭着帅气的外观设计 在全球都有亮眼的销售表现 但还在美国却是叫好不叫做 因为还在2022年 在当地仅售出1127辆新车 是原厂在当地销售表现最差的车款 据悉原厂已经打算停售这款新车 未来原厂将会改以电动车ID Aero 来代替Arteon停售后所流出的市场空缺 其实这款车在我国的销售表现 绝对算得上是很出色了 虽然VPCM没有公布详细的数据 但是根据我们查到的非官方数据 这款车去年在我国的销量是495辆 对比其他Passat和Golf 这两款车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而且这个销量也是接近美国市场的一半 要知道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 而在大马去年的汽车销量在亚洲也只是排名第8位而已 由此可见双方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因此毫不夸张的说 这款车在我国绝对算得上是好卖了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辆车 我并不喜欢它被停售 不知道各位想法如何 欢迎留言告诉我 最后一则新闻 Perdua D66B现身道路测试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跌照 Perdua D66B是一款传说中原厂定位于B segment的SUV车型 暂时我们只是知道这辆车会使用DMGA的平台来打造 同时有消息指出这款车是东南亚版本的Yaris Cross 引擎的部分则是暂时没有消息 不过相信应该会继续采用1.5L的DUO VVTi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DCVT的变速箱 目前关于这辆车的信息其实还并不多 原厂的保密工作也是做得相当出色 我们预计发布的时间应该是会在明年年初 不知道你们会期待这辆车的到来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跟分享 我是CK,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